欢迎大家收看晶片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众议院中国小组要求英特尔、英伟达和美光公司的负责人作证 由于经济逆风和本土化努力 中国芯片进口在2023年出现下降 五位投资者对于2023年的最大收获 在CES上 传统汽车制造商争先恐后地跟上AI军备竞赛的步伐 通过膨胀能否从问题变为解决方案 请大家收看 美国众议院中国小组要求英特尔、英伟达和美光公司的负责人作证 金融时报 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要求英特尔、英伟达和美光的首席执行官在国会作证 作为其对在中国有利益的公司加强审查的一部分 自从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的首席执行官反对拜登政府收紧半导体相关出口管制的计划以来 该委员会对让芯片制造商作证更感兴趣 此举旨在增加对在中国有重要业务或销售的公司的政治压力 由于经济逆风和本土化努力 中国芯片进口在2023年出现下降 南华早报 2023年 中国集成电路IC这个进口量和价值均有所下降 这反映出经济下行压力和提高本土生产的努力 去年 中国进口了4795亿个价值3494亿美元的IC 较2022年 赠别下降了10.8%和15.4% 这一下降受到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销售疲软的影响 以及中国减少对进口芯片依赖的努力 中国在提高传统芯片的本土产量方面取得了进展 目前有44家半导体晶圆厂正在运营 并有22家正在建设中 预计到2027年 中国在成熟工艺能力方面的全球份额将达到39% 高于2023年的31% 五位投资者对于2023年的最大收获 CNN 投资者从2023年的市场中学到了几个关键教训 这些教训将影响他们对2024年的展望 其中一个关键教训是不要低估美国消费者 尽管利率上升 他们仍然继续强劲消费 另一个教训是历史并不总是可靠的预测未来 这可以从收益率曲线倒挂 并未像预期那样导致经济衰退这一事实得到证明 此外 投资者不一与美联储对抗 因为央行对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 最后 投资者应该将投资组合多样化 不仅仅局限于七巨头科技股 并关注基本面 因为2024年的估值需要通过盈利增长来证明 在CES上 传统汽车制造商争先恐后地跟上AI军备竞赛的步伐 加拿大环球邮报 CES的高管和分析师表示 老牌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赶上特斯拉和其他新竞争对手 开发为消费者提供数字功能的软件定义汽车 向软件驱动型汽车的过渡具有挑战性 因为汽车对耐用性和安全性的要求比手机更高 而数字技术公司经常在准备销售之前对客户进行技术测试 这在汽车行业并不常见 汽车制造商正在对其IT基础设施和生产线进行更改 以实现更快的软件开发和无限更新 但事实证明 要匹配特斯拉的能力是困难的 通过膨胀能否从问题变为解决方案 金融时报 作者斯图尔特 科克 斯多尔克 回顾了挪威一次投资者会议上的两位演讲者 他们让他对自己的投资组合感到担忧 经济历史学家拉塞尔·纳皮尔·拉索·内皮尔认为 国家减少高额债务的唯一途径是通货紧缩 而地缘政治专家克里斯·米勒·克里斯·克里斯 警告说 目前美国在发展先进处理芯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可能会引发一场军备竞赛 科克讨论了减少债务的选择 包括紧缩政策 违约和更快的经济增长 但他认为通货膨胀和金融压制可能是最有可能的路径 他指出 英国等国家过去通过金融压制成功减少了债务 科克还对通胀环境下债券的固定跳膝表示担忧 并建议避免固定收益证券 他青睐短期政府债券 并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定位于股票 特别是日本和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 他认为这些市场的估值有吸引力 债务水平较低 相比发达市场更具吸引力 然而 他对于是专注于美国股市 还是为可能发生的先进处理芯片冲突做准备尚未决定 股市的上涨使得金融时报的股票选择者感到意外 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FT揭示了其年度股票选择比赛的赢家和输家 读者和记者通过对五家公司进行多投或空投投注来互相竞争 2023年比赛的赢家是那些压住美国经济出乎意料的强劲表现 并投资于科技公司和加密货币等成长股的人 相比之下 那些依赖于普遍看法认为 美国将陷入衰退 并投资于消费周期股 或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的人遭受了损失 这场比赛揭示了专业投资者的谦卑 FT自己的参赛者罗布 阿姆斯特朗和伊桑 5 Rob Armstrong和伊森 Wu在FT记者中名列倒数第一 排在750名参赛者中的倒数第17位 亏损了70% 他们将自己对衰退和加密货币崩溃的宏观压注描述为完全错误 比赛中 排名前五的投资组合都是多投股票 反映了2023年牛市的强劲势头 赢家将他们的成功归因于 选择了具有令人兴奋或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公司 比如一家移动游戏公司和一家现买现付公司 对复苏中的加密货币 价格的暴露也使一些投资者受益 在牛市中 做空证明是一种冒险的策略 特斯拉最多被做空的股票上涨了86% 而第二多被做空的股票Coinbase上涨了215% 在行业方面 公用事业 必需品和医疗保健等防御性股票的回报率为负 而科技股和加密货币的成长投资和投机性压注表现良好 展望2024年的比赛 一些投资者预测将出现延迟的衰退 并计划扩大他们的股票选择范围 包括大宗商品和制药公司 其他人则加大对美国经济的压注 并寻找仍然被定价为衰退的小公司 科技股预计仍然受到欢迎 一些投资者打算专注于较小的科技公司 重大选举的影响 如美国和英国的选举 也是股票选择者在进行预测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欧盟反垄断主管会见了苹果 谷歌和高通的首席执行官 雅虎 欧盟反垄断主管 马格丽特·维斯塔格表示 他最近与苹果 Alphabet和高通的首席执行官会面 讨论了竞争政策的监管和合规问题 维斯塔格确认 他与苹果首席执行官讨论了 该公司允许其应用在App Store之外分发的义务 以及目前面临的竞争案件 维斯塔格与Alphabet首席执行官 讨论了选择屏幕的设计和谷歌广告技术反垄断案 而与高通讨论的内容尚不清楚 中国能左右台湾的选举吗 外交事务 中国正在利用台湾的本地代理人 传播党派叙事和错误信息 试图影响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中国共产党 CCP希望用清北京的国民党 KNT取代现任的民进党 DPP 自民进党的蔡英文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以来 中国在台湾的影响力努力有所加强 然而 尽管中国试图影响选民 但其努力从未特别有效 台湾拥有一系列民间社团 正在开创新的方式来对抗外国干涉 政府也推进了反虚假信息的倡议 台湾的选民对北京的行动也非常敏感 该岛的选举制度保持开放和强大 台湾公众对中国干涉的感知也很敏锐 台湾对北京干涉的应对越来越好 民间社团正在开发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来对抗中国的代理人 台北还利用技术提高了民主参与度 保持台湾媒体的开放和准确性 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监测互联网和媒体是否存在选举信息操纵迹象的工作组 台湾还通过法律打击涉嫌干涉选举的行为 美国30亿美人的顶级亚洲基金再次压住腾讯 尽管中国游戏规则的限制 南华早报 联合赫尔莫斯亚州除日本股票基金已将腾讯控股重新加入其投资组合 认为该游戏公司具有吸引人的估值 超过了中国政府进一步限制行业的风险 该基金大约一年前出售了其在腾讯和台积电TSMC的大部分股份 腾讯的股价目前低于16倍的预期收益 对该基金具有吸引力 该基金还更喜欢三星电子 而不是台积电在亚洲半导体领域 台湾的PowerTech正在考虑在日本扩大芯片封装业务 日经亚洲 台湾的普利科技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封装和测试服务提供商 正在考虑扩大在日本的业务 以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 该公司正在评估在日本建立高端芯片封装工厂的提议 但只有在能够找到合作伙伴共同投资的情况下 才会推进这样的计划 普利科技正在与客户进行沟通 以了解他们对在日本投资的兴趣 这是该公司海外扩张的首要目标 如果日本计划无法实现 该公司还在考虑东南亚地区作为扩张目的地 政府对计算机芯片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 BBC 英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Pragmatic Semiconductor计划 在其位于达勒姆的新工厂 建造八条柔性计算机芯片生产线 该公司的芯片是基于柔性薄膜 而不是硅芯片制造的 使其更便宜、更快速 Pragmatic的芯片可用于可穿戴技术、服装认证、包裹标签等领域 然而,手机和电脑中的先进芯片仍需要基于硅的计算机芯片 全球芯片行业由于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面临干扰 促使各国政府投资国内芯片生产 预计城市购物者将提升印度顶级消费品公司的收益 彭博社 日记印度顶级消费品公司的收益将受到不断增长的城市消费的推动 而在全国选举之前 农村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 信式工业正在加深其对零售业的涉足 这将成为其增长最快的业务板块 印度联合力华的收益可能表明印度农村部门正在复苏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第四季度的收入超出预期 为人工智能驱动需求带来更好的增长机会 本周的收益亮点包括 Avenue Supermarts HDFC银行 Asian Pints 台积电和信式工业 高通首席执行官 智能手机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创造新的升级周期 雅虎 高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预测 从2024年开始 在智能手机中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为手机带来新的升级周期 推动该行业的增长 由于宏观经济放缓 云部件短缺 库存积压和更长的更换周期 全球智能手机销售已经连续两年低迷 然而 阿蒙表示 新的人工智能设备将扭转这一趋势 可能导致2024年超过一亿部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到2027年将增至十亿部 阿蒙补充说 高通正在多元化努力 专注于汽车芯片 台湾寻求远方海岸的经济增长 德国之声 台湾经济面临挑战 增长放缓 同时还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福利成本上升的问题 曾经经历过令人瞩目的增长率的经济 近年来由于出口疲软和中国需求疲弱而出现了下滑 此外 台湾在出口市场上依赖低工资来保持竞争力 导致工人实际工资贬值 为了解决公众的不满 政府增加了社会福利 将大部分支出用于社会保障 然而 养老人口抚养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压力 此外 随着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 台湾的国防开支减少 引发了对该国抵御中国军事威胁能力的担忧 过去 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品的模式 为台湾的经济成功做出了贡献 但现在已经显示出疲软的迹象 台湾现在需要制定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以应对未来面临的挑战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近期的几则新闻 首先是美国众议院中国小组要求英特尔 英伟达和美光公司的负责人作证 这显示出美国对在中国有业务的公司加强监管的意图 接着是中国芯片进口在2023年出现下降 这反映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和提高本土生产的努力 中国在本土芯片生产方面取得了进展 预计在2027年将在成熟工艺能力方面的全球份额提高到39% 然后是五位投资者对于2023年的最大收获 他们从市场中学到了一些关键教训 这将影响他们对2024年的展望 投资者应该不低估美国消费者的强劲消费能力 并且要注意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再来是传统汽车制造商在CES上跟上AI竞赛的步伐 老牌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开发为消费者提供数字功能的软件第一汽车 但要跟上特斯拉等新竞争对手的能力并不容易 此外我们还谈到了通胀问题 股票选择比赛 欧盟反垄断 中国影响台湾选举 高通的预测 以及台湾经济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显示出全球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变化和挑战 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些变化 并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我们需要保持灵活和创新的思维 才能在未来取得成功 现在 我们来看看观众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